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他盘子里这块一模一样 宝玉悄悄地捡起来 揣在怀内 这个小动作谁也没注意 唯独黛玉看见了 宝玉有点不好意思了 笑了笑说 啊 我把这个拿回去穿上线 留给你戴 黛玉冰雪聪明 知道 这块玉不是给自己的 便说 我不稀罕 宝玉心说 我知道你从来不要转送的东西 我啊 这是要留给云妹妹 给她凑上一对 说到这儿 你可记住了 后文书 贾宝玉和史湘云 到暮年有一对姻缘 到底怎么结成的姻缘 您往下听 您往下听就明白了 书节前文 就在这么功夫啊 一阵鸡灯咯噔脚不升 原来是贾镇的妻子游氏带着贾荣的续妻婆媳二人上来了 由是上前给贾母问安 然后和大家一一见礼 贾母说 大热天 你们又来做什么呢 我不过是没事啊 来逛一逛 快坐下吧 看戏看戏 话还没说完 丫鬟来报 说冯将军 赵侍郎等几家 听说老祖宗在冠上敬香都派人送礼了了 一会儿有人把礼担送上了 什么香啊 蜡烛啊 茶叶啊 银子 羊啊 猪啊 好多呢 远近牵游 也来凑了好几份 凤姐赶紧下去忙活 收礼 赏发 一阵忙乱 贾母这点后悔了 哎 咱又不是什么正经摘事 没想到惊动了这么多人 哎呀 算了吧 太乱了 她连戏都没看 下午便回府了 第二天贾母也懒得去 只有凤姐还在兴头上 她有她的理由 她说什么 惊动大伙了 那算什么呢 反正打枪也是动土 盖大厦也是动土 大小都一样 都寄了土地椅儿 反正也惊动人了 我接着可高兴 还接着去逛逛 接着又问宝玉 你去不去 宝玉因为昨天张老道给她提亲 她不高兴 这阵没好气的说 不去 我再也不见这个老杂毛了 哎 凤姐说你呀你呀 这怎么说话 又欠老爷捶你了 说着自己带人走了 贾宝玉呢 又听丫鬟们说 昨天一到家 带玉便中暑了 她放心不下 连饭也没吃 就赶来看话 带玉一看宝玉来了 有些心疼 怕她为自己着急 就说 哎 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吧 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呢 带玉是好心 可是偏偏宝玉 因为张老道给她提亲 心里不大痛快 带玉这么说 她以为讽刺她 拿话敲的她 当时生气了 传下脸说 我算白认得你了 带玉说 我也知道你白认得了我 我哪里像人家 怎么能配得上你呢 宝玉听配得上这仨字 火撞脑门子 上前一步 几乎鼻子尖 碰上带玉的鼻子尖 你今儿又这么说话 那天我就为这个 跟你赌了几回咒 今儿个怎么还拿这个说我 你是安心叫我应试天诛地灭 怎么的 林带玉这才想起来 前几天 宝玉在自己面前发誓 心里压根就没有 金玉之源的事 就是心里没有 缺宝钗 急忙解释 哎呀 我不是安心咒你 我又是诚心 我也天诛地灭 不过 昨天张老道说亲 你是不是怕坏了你呢 金玉好良缘 你今天拿我消气了 宝玉一听 带玉念念不忘 金玉良缘 当时气得不知说什么好 一伸手 刷 把他脖子上挂的通灵玉 摘下来 嘴里说 这是什么好东西啊 我砸了已经完事了 光当 摔在地上 谁知这块玉 坚硬无比 摔了一下 纹三没动 宝玉一看没摔碎 浑身找东西要把他砸碎 带玉一看他这样 吓得哭了 你 你干嘛砸他个哑巴物件 有劲砸他 不如来砸我 你不能砸他 两人闹了起来 紫娟 雪燕听见动静 赶忙解劝 一看宝玉 用力砸那块通灵玉 急忙上去夺 也夺不下来 这才知道 这回啊 比往日闹大了 急忙去叫西人 西人赶来 三个人才夺下这块玉 西人见宝玉 脸都气黄了 宝玉说 我砸我的东西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西人笑了笑 嗨 你跟林姑娘拌嘴 爱着这块玉什么 干嘛要砸呀 倘若真砸坏了 叫你林妹妹这脸上 可怎么过得去呀 黛玉一听这话 说到自己心坎上 想到宝玉 还不如习人心息 习人却知道我的心 他越发伤心的哭起来 把刚刚吃下的解暑汤啊 哇地声都吐出来了 紫娟急忙用手帕给他接着 手帕吐个精湿 雪燕上前给黛玉捶背 紫娟说 哎呀 就是生气 姑娘也该保重些 才吃了药 刚刚好点 又跟二爷拌嘴 药吐了出来 倘若再犯了病 把二爷怎么过得去呢 宝玉听这话 也觉得说到自己心上 看来 黛玉还不如子娟 理解我的心 气得不理黛玉 黛玉更哭了 一边哭 一边喘 人又是泪 又是汗 真想带雨 离花 宝玉有点后悔了 哎 不该跟他叫这个礼 让他这么难受 又替不了他 不由的 也落下眼泪 西人见宝玉也哭了 便凑到身旁 一摸的手冰凉冰凉的 想劝宝玉别哭 又怕他委屈 憋在心里 憋出病来 又怕 只劝宝玉 冷落黛玉 想着想着 也一阵心酸 落下泪水 这是子娟 一般收拾土出的药 一般拿扇子 给黛玉轻轻的扇着 见三个人 都鸦雀无声 都在流泪 不由的 也伤起心来 他也哭了 你瞧这多好 四个人哭成两对 还是席人大一些 有主见 先止住泪水 勉强对宝玉笑了笑 一指通灵宝玉的碎子说 伯二爷 你不看别的 要看这玉上的碎子 这可是林姑娘 一针一针给你织的 你不该跟她拌嘴呀 带玉听这话 更委屈了 也顾不得身上难受 我上去 就把通灵玉夺下来 又抄起剪子就剪 席人子绢要夺 来不及了 咔嚓一下子 就把那碎子 剪成两段 我是白效力了 人家不稀罕 自有别人替她 再穿好的去 行行说 你这何苦的呢 哎哟 怪我多嘴了不是 宝玉一看待遇这样 火了 你叫她剪 反正我也不带了 你剪吧 屋里这一闹 外头的婆子们吓坏 不知闹到哪部天地 唯恐连累到自己头上 赶紧到前边 向贾母王夫人报告 那贾母王夫人一听 吓坏了 一起来到园子里 瞧这兄妹俩 急着席人抱怨子绢 为什么惊动了老太太和太太 子绢还以为是席人 派人去送信的呢 也抱怨席人 就在这会儿 贾母王夫人进来了 一看待遇在哭 宝玉也在哭 贾母说怎么了 孩子啊 因为什么呢 你们兄妹俩挺合得来 为什么吵 王夫人说 越来越不懂事 宝玉啊 怎么得罪你妹妹了 问了半天 也不知道为什么事 谁也不说 没办法就把这货 转到席人和子绢脸身上 都是你们俩 为什么不小心伺候着 哎 闹起来 又都不管了 于是把这两人连骂 带说 训斥了一顿 这两人 没敢吱声 可心里却说 我们冤不冤呢 最后还是贾母把宝玉带走 这场事 才战告平息 可事情不算完呢 那位听众说了 贾宝玉和林黛玉 这两个人 一会儿好 一会儿闹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原来这就叫 求权之悔 不予之息 因为要求对方完美 或者是做什么 都同自己一个样 就不免实实有恪求 有责难 相处过于密切 就常会有 料想不到的矛盾发生 你想啊 宝代二人 是亲姑表兄妹 又是一块儿长大 耳鬓丝膜 轻微竹马 两小乌菜 又同时同住 同起同坐 早已分不开了 可是随着年事增长 情窦初开 爱意朦胧 两情相对之时 又达到心心相印 却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那个年头 不能跟咱们今天一样 今天青年男女 随便找公园 或者电影院 咖啡屋 就亲亲热热的说 我爱你 我离不开你 爱你没商量 要不来句扬文 I love you 再加个kiss 那个年头哪行啊 不行这个呀 你记得上文书 宝玉给黛玉讲 耗子偷香鱼的故事 宝玉把黛玉的袖子 拉过来 拢在自己脸上 闻个不停 这是贾宝玉 最大胆的爱情行动 所以那个年头 总部门用暗示方法 试探对方 还得一点一点来 有时甚至于 藏了真情 用假意相看 就拿今天这事 宝玉心里想的是 别人不知道我的心 还有可恕 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 我只有你一个人 你不来劝劝我 反拿话 奚落我 读我 我这心里不是白有你了吗 心里是一个意思 可是嘴又说不出来 那林黛玉心里在想 我倒是知道你心里有我 可偏偏有那个金玉相对 金玉相对 前往我说清楚了 宝玉挂了块玉 宝钗挂个金锁 人们总说金玉良缘 林黛玉就怕这个金玉良缘 金玉相对老在这里掺和 黛玉不放心 也只好时常提一提着金玉二字 敲打你 按说你听了 应该坦然处之 这才尽情理 怎么我一提 你就着急 启示发愿的 看来你还记挂着那金玉 你瞧 这俩人就这么想 越想越左门 原本一个心 倒生了支支叉叉 那宝玉还想 不管你怎么的 只要你愿意 我立即为你死 也心甘情愿 你这但愿怎么想呢 没你 我也不活了 你说这误会多大呀 这种钻牛角尖的思维方式 有多误人呢 当然了 咱们这里只说的是 彼此感情的交流方式 并不涉及 宝带二人是亲姑表兄妹 日后不易近亲结婚 那会影响忧生忧郁 那个年头科学不发达 人们还不懂这些 单说到了五月初三这一天 是薛潘的生日 在他家里白酒唱戏 来请贾府人 因为宝玉得罪了戴玉 正在家里 没精打采 他哪有心去喝酒看戏 就推说有病没去 林戴玉呢 前天说中了暑气 其实没什么病 听说宝玉没去 心想 他平常是好喝酒看戏的 今天不去 肯定是让我气着了 要不就是见我不去 他也没心 哎 千不该 万不该 我不该捡了 那遇上的碎子 他再也不戴了 还得我给他穿上 他才能戴 想着这儿心里十分后悔 那贾母呢 见他们两个昨天生了气 就想趁薛潘那边看戏 给两人和解和解 没讲到两人都不去 把个老太太急得直抱怨呢 哎 我是哪辈子造的孽呀 偏偏遇见这么两个不生心的小冤家 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的 真是不是冤家不剧头啊 早晚啊 我闭了眼 断了这口气 任凭两个小冤家闹 我也看不见了 心不烦了 哎 天哪 又不厌这口气 说着说着 也掉下眼泪 老太也想的是 自己最疼爱的女儿 早遭下事 留下弱小的外孙女待遇孤苦伶仃 与宝玉一块长起来 情投意合 岂不是天作之美 只是那个年头又是那种家庭 当姥姥的 怎么能自己张口给外孙女找婆去 说的又是自己的亲孙子呢 老太太想 让王夫人她这个当妈的出面 然后自己一点头 那多圆满呢 谁知后来事情有了变化 就是薛宝钗进京 主要是为了宝钗 代选才人好进宫做官 可是左等没信 右等也没信 这心也就凉了下来 王夫人就想趁这个机会 同老薛姐亲上加亲 攀劫官商巨富 也壮大自己王室的财权 要按如今时髦的话 恐怕得叫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吧 更主要的是 经过王夫人多方面考察 怎么看 这薛宝钗也比林黛玉强 那宝钗张口闭口 讲的是规中女德 要把她取进门来 一定能够规劝宝钗 好好读书 举业成才 不像那待遇 耍小性子 性格孤僻 所以王夫人名里 什么都听老太太的 就这事 暗地里拧着劲 贾母也看出来 要不怎么在清虚观 贾母对张道士 说出那么一片话呢 说什么 不贤贫爱父 实质上这话 就冲着王夫人来的 气说 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这句话 也不怎么就传到了 宝玉和黛玉耳朵里 原来两个人 从来没听说过 不是冤家不聚头 这句俗话 接着忽然听了这句话 就好像参禅 又顿悟了一般 都低头细嚼这话的滋味 不觉得落下泪来 一个在消香滚 临风洒泪 一个在怡红院 对月长虚 这正是人居两地 情发异心 因为这两个人生气 闹得众姐妹都不愉快 躲在一边 各干各的都挺别扭 又过了一天 一大早 习人跟宝玉说 要说这事 千不是万不是 还是你的不是 平常那些小私 跟他们姐妹拌嘴 或者两口子吵架 叫你听见 你还骂小私不对 说男人们蠢 不能体贴 女孩子的心 可结果你这是怎么了 明儿个初五 大节下的 你们两个谁也不理谁 像仇人似的 老太太越发生气 弄得大家 谁也不得安生 听我一句劝 进一步 惊涛骇浪 退一步 海阔天空 能饶人处且饶人 过去啊 给他赔个不是 大家还和往常一样 多好啊 宝玉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 就是有点磨不开 嗨 有啥磨不开的 你去吧 再说黛玉 自从和宝玉闹了这回之后 也后悔 可是又不能去给他扶个软 因此就日夜 若有所失 没招没落的 子娟早就看出他的心思来 趁机劝解 要说那天的事啊 还是怪姑娘你太浮躁了 别人不知道二爷的脾气 你还不知道啊 他喂那块玉 也不是闹了一回两回了 但与明知子娟说的有理 可还是故意的脆了一口 哼 你倒替他派我的不是了 我怎么浮躁了 那好好的为什么又捡了那岁子啊 宝儿也要三分不是 姑娘倒有气氛了 我看那素人的心呢 都在姑娘身上 就因为姑娘爱使性子 常常故意找茬 才闹到这一步 林黛玉正要答话 忽然听到院外有人叫门 当当当 开门 子娟 开门 子娟听了听 哎哟 是宝儿爷的声音 想必是给姑娘赔不是来了 黛玉把小嘴一撅 故意的说 不许给他开门 哟 不开门哪 这么热的天 要是晒坏他怎么办呢 子娟笑着 往外走 开了门 果然是宝玉 哟 二爷 我知道是你再不登我们这门来呢 宝玉笑着说 瞧 你们把这点事 说得大了 好好的 干什么我不来 我就是死了 活儿 要一天来一百趟 哎 林妹妹 可好利落了 身上的病倒是好了 只是气还不太顺 有什么气呀 我看看他 说着腾腾腾 来到屋里 进屋一看 黛玉还在床上哭呢 其实黛玉才刚病没哭 只是见宝玉来了 觉得委屈 落下眼泪 宝玉挨在床边坐下 哎 妹妹 你病好了吗 你还生气呀 妹妹 我可没气啊 你要打要骂 任凭你发路 就是 别不理我 啊 妹妹 你说 别打呀 白玉说 你别哄我了 从今后 我也不敢亲亲二爷 你知道我走了 你走了 你上哪去呀 我回扬州老家去 那我也跟你去呀 那我就死 你死了 你死了 我当和尚去 黛玉听到和尚两字 当时本脸 撂下了 你胡说什么 你们家有好几个亲姐姐亲妹妹的 名个都死了 看你有几个身子去当和尚 说到这儿 宝玉的脸 腾就红了 他知道自己口不遮拦 又说过分了 低下头 不吭声 林黛玉 信眼发直 瞅得半天 见他不说话 他咬着牙 用手指头 在他脑门子上 戳了一下子 你这个 刚说两字 把话咽回去了 又哭起来 宝玉有话说不出 一看戴玉戳的一下子 就像戳到心坎上一样 眼泪哗哗流起来 想用手绢擦吧 又忘带了 只用袖子抹 戴玉一看 回手把枕头边 搭着一块旧手帕 拿出来 扔到宝玉怀里 别看小手帕呀 呵 情义更浓了 宝玉借机会 拉住戴玉手说 你别哭了 我的心都叫你哭碎了 戴玉说 你别拉拉扯扯的 就在这儿 就听有人喊了一声 嘿 好了 好了 好